第三 无身忍 最重要是末后 没有止住 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 这叫诸法 一切法都是从因缘活活而生 佛法也是因缘活活而生 啊 众生 在六道受法界受苦 这是因啊 受苦当中 希望有人来帮助他 这个希望就是缘 因缘具足 这叫感动佛菩萨 感动 跟你有缘的人 这个人他已经成就了 啊 或者他在天道 或者他在人道 啊 他知道了 自然 撑出援手来帮助你 这感应到就不可思议 那我们需要帮助 帮助不来啊 没人帮助啊 啊 这是什么原因 人 语言不成熟 菩萨要帮助那个人 那人得有福啊 没有福报 帮不上忙啊 啊 福是什么呢 他能接受 他能欢喜 他能依教奉献 再决定来帮助他 如果语言不成熟 不要悔心 知道感应到教 有不是没有啊 菩萨教化众生 这个地区的人的语言不成熟 那你成熟了 他就到那边去了 这个地方什么成熟 他就来了 绝对没有死心 绝对没有偏爱 哪里成熟先到哪里去 啊 那个地方成熟了 可能会影响这边 活泼 自在 没有关爱 没有其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啊 无神人 知道一切法 本来无神 有物有命 这个神 这个道理神 这个四 很神秘 啊 我们一般讲奥秘 啊 神秘 啊 只有 心地清净 智慧现前的人 他知道 啊 科学家知道 不是自然的 他是用外面仪器帮助他 探测到的 虽然探测到的 没有办法 得起用 啊 像今天的科学家 非常了不起 能够把宇宙之间 物质现象呢 这个谜题 揭穿了 不容易 物质到底是什么 啊 过去的科学家 老科学家 他们把整个宇宙 分成两分 一个是物理 一个是心理 啊 地球上 四百年的科学 偏重在物理 在物质 啊 精神这一方面 很少人去研究的 啊 一直到最近 啊 半个世纪 才有人开始 在这下功夫 啊 往后的研究 大概研究 精神的会特别多 啊 为什么呢 物质的谜题 揭穿了 物质 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是念头 产生的幻想 我们看到 好像有物质存在 使这些幻想 纠缠一团 让我们产生误会 啊 它确确实实 根本不存在 那我看不到 我来看不到 就是 我来看不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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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来看不到 我来看不到 我来看不到